江蘇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 1月7號在南京召開 江蘇省政府公布了 關於脫貧攻堅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 扶貧辦主任朱國斌表示 脫貧致富奔小康工程實施四年來 已實現脫貧254萬2114人 脫貧率達99.99%以上 目前還剩6戶17人未脫貧 他為什麼不說他百分之百脫貧 他還要留個零頭在那呢 當然他就是因為習近平也說了 早就2015年就定的計劃是2020年脫貧 要是今年才脫貧 它是故意這樣做的 江蘇省這一說法也引發民眾質疑 有網友說 不可能吧 蘇貝那麼多窮人 做那裡開會的人你們自己相信嗎 也有人說 這麼精確的數字讓人發笑 現在是大躍進嗎 真的好可悲啊 歷史居然重演 美國《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表示 中國是脫貧 領導出個目標 下面就給個數字 為了看似有說服力 這個數字還給得很精確 就像大躍進那樣 連零頭都有 根本就是造假 胡平指出 中國的貧困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它首先人為的造成了普遍的貧困 然後你改革開放了 過去是不准人們就發展經濟 那麼後來嘛 搞改革開放了 就是鬆綁 這個中國人這麼勤勞 那自然就富起來了 所以共產黨絲毫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垮擾它在脫貧方面取得的成功 胡平還說 中共當局規定的脫貧標準 比世界銀行對低收入國家制定的貧困線還要低 此外 中國貧富差距懸殊 而這個貧富差距不是基尼係數所能表達的 北京人權工作者胡佳也向媒體表示 民眾知道 官方的貧富差距不是基尼係數的 這個數字所能表達出來的 北京人權工作者胡佳也向媒體表示 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 政府也知道民眾知道官方在說謊 但他們仍然選擇說謊 新唐人記者 長春 陳傑 伯尼 採訪報導